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前者是七层 后者是四层 这些废话 对吧 可刚先要求不高 不对 因为后者的是实际使用的模型 它要求很高 其实也是废话 那么重要的在这儿 ISM模型是在写协议之前 开发什么自治理协议 所以开发三大队协议 HCP协议之前就先有了OSI模型 能听到吗 而TCP模型是什么 是不是先有了协议 然后依据协议所来建的模型 换句话说就是什么 OSI模型是实验模型 TCP的这个才是什么 我们实际使用的 我们的所有协议都可以套用在TCP模型上 听众老师说什么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那还有一个就是OSI是理工模型 而TCP是国际调整 听懂吗 各位 只要我们互联网传输的基本的底层协议不变 其实TCP模型是不是就是最底层协议了 那我们绝大多数的技术都不会做翻天覆地的改变 OK 目前看 目前看 这种协议足够在我们整个地球进行数据算数 但如果要再做太空数据算数 可能要发生一个巨大的改变 但是短期之内可能还不会考虑到 听懂吗 所以你们现在学这东西 虽然这个知识虽然很不够 196这件事就已经开发在这儿了 但是现在学起来 反正也不够 OK 这是最基本的基础 听懂了 有东西 好吧 我也不让我们听不懂 听不懂的话 下来再看看吧 好吧 那各位 我们下一张文的片 保罗通信嫌疑 这张干嘛 就是把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 是不是从这里开始 分层开始讲解 啊 我们先讲的是 从下层开始 往上层来讲 那么重点协议是IP协议 接线配合 有机器 听懂吗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IP 这两个其实 里面能够 就是需要你计算的东西量非常少 我们只是干嘛 拆拆看看就可以了 听懂了 有没有东西 好吧 先看最下层 网络接的东西 对应呢 是物理层和数据量的层 对吧 我再说 它的对应怎么说都没什么错 怎么说都不算错 OK 也就是说把数据量的层 放在网络接的层 还是放在网络层 都不算错 OK 你看 这里层的协议 其实在物理层上实际的协议就是传输协议 PVP和PPOE这样的协议 点对点和点对点这个不好多的协议 听懂吗 但是在数据变务层里面主要是IP型和IIP型 那么什么叫IIP型 我先解释一下麦克记者 各位 IP记者是多少位的 想多 32类IP吧 麦克记者是多少位的 麦克记者是48位 怎么知道我当前计算机的麦克记者 各位 在这里 在这里 IIP型的 就查看一些 反显卡的加数 然后看看 我当前计算机网卡的麦克记者 就会出现在这里 各位 这怎么是48位啊 这为啥是16类IP 这为啥是48类IP 啊 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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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之前讲过 一看这边是不是写的ABCDX 16类IP吧 我说一个16类IP是多少二类IP 四个吧 昨天讲换算了吧 一个16类IP是不是四个二类IP 那两个16类IP是多少位 8位 总共几组 6组8 6个8 48位 那也就是双 二就是说 我们的 麦克记者的数量 是不是应该远高于 IP记者的数量 能听过来说什么 各位 远高一点 它 这个48类指的是什么 就是 2的32次方 哎 我有一点句啊 算一下 我算一下 我有一点句 2的48类就用得很少了 这个东西我们就不是太熟悉了 那我们算一下 多少 2的 48倍吧 好 多少啊 数不清吧 数一下 这是千万 这是千万 万 然后 一 没错吧 啊 然后 这是 兆 281兆 差不多 差不多 反正是 它应该是什么 2的32次方 乘2的32次方 再多乘以12次 对吧 比2的32类是不是要比 48类要比32类要多 再多2的12次方 对吧 其实不是加 不是加 是再乘 听懂了 所以量很大 听懂了 按照说这个数量应该足够吧 啊 足够了吧 足够了吧 但是 血脉和地水的哥们犯傻 犯二 为什么 它把它一分为二 分成两部分 前24类用来代表厂家 后24类用来代表厂家写的 那我问你 2的24次方是多少 不知道 一千六百六十七万多年 那我问你 全球所有生产产 这个网卡的涨价 加起来有多少 几百家是不是撑死了 啊 它用2到4次方式来代表 啊 但是 每个厂商能够生产的网卡 都有多少 一千六百六十四万啊 啊 啊 啥意思 按理说是不是应该 麦克地址的特点应该是 全球唯一 美化网卡的麦克地址是应该完全不一样 但是 因为它是不是这样来拆分的 导致 每个厂商是不是只有一千多万个 这个 这个麦克地址的指标 其实变了 最早的是这样 现在把这个数量减少了 把这个数量增多了 但是啊 我们想说什么 你偶尔可能还会碰到 两块麦克地址完成一样的网卡 尤其是在同一个账商身上的平板上 有了 偶尔能看到 那如果碰到了这种情况 再来的后果是什么 啊 各位 对 这两块网卡绝不能在局域网内通行 但是 它也没像你们想的有多严重 你只要干嘛 把它放在不同的网址的网址就行 中间用路由器分开就无所谅 听众老师说什么 好 所以啊 有可能你们会买到 两块完全一样麦克地址的网址 大家的后果是什么 人你怎么配 这两个账戀老之间都拼不住 这是你别犯案啊 光想了是个防火墙的事 是不是什么策略给挡住了 是不是抨击的事 是不是服务没钱 光想没有 你还真的该想想 万一是不是这麦克地址充足的事 听懂了啊 不能解释 啊 理论上来说是不能解释 哎 我为啥说理论者 因为啥 它是固化在网卡上自带的芯片里面 OK 那么这个芯片鞋定不能改 因为它是指出了 写完一次之后再不能写 再写就会包废 听懂了 但是 我说了 这东西是要封装在数据包里面 就对外传递 我不能改才原始的 我还不能改这个封装数据包里面 你没办法说什么 这块是这就涉 这就设计的是攻击啊 一般的软件绝不会允许你去改封装在数据包里的数据 OK 只有攻击软件才有可能做到 听懂我能说什么 但是 有可能 但是我说 它只是 是 就等于说 根据大家跟你说 它本质上说还是什么 不怕在这里面是没改过 还是固定的 好 所以改不了 改不了 请问先生我说 我说一个情况 我们那个实验室里边 实际中心里边 对于实际中心里边 对于实际中心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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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说过 我们看一下 我刚刚一直在说 是不是只有通过 专用的数据包书 才能更改 专用的软件书 才能更改 但是啊 有些人提的意见是什么 我看一下 我退出来 在这里看啊 这个 王文君是吗 属性 王卡是吗 然后属性 然后呢 在这里看啊 在里面 哎 我的 在上马上那个配置 你的脚方向 嗯 往右上角 哦 这里 哦 对硬件里 嗯 硬件里 然后呢 在这里看啊 高级 他在这里看 有这样一个东西 叫做 嗯 MT 不是MT 嗯 嗯 Network 哦 网络记者是 这块是能改的 看到了 其实这就是那个记者 但是我说 首先 Windows这个更改 它只是什么 它只是 我说了就是 鞋子里面 就是芯片里的东西不会改 它只是在里装 而且 各位 它的功能其实是非常弱的 会导致什么 改完之后 Windows认为它改了 但是 其他的东西抓到了这个数据包之后 它会认为麦克地址还是原先的 然后 会两个麦克地址冲突 导致有可能会出现它的情况 但是我说 在这个 2003里 我能确定 2003里 在服务器办法里 我们改过 改完之后 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 它不是真正的改掉 而且 它还跟我们说的那个 用封装数据包的那种方式来改 它更低端一点 正能改完之后 我容易出问题 因为什么 温度是没改吧 但是 其他的数据包 其他的是把这个设备抓到的时候 它有可能会认为什么 这东西没改掉 它有可能还会检测到 它有些真正的麦克地址 听懂吗 导致什么 你有两个月的麦克 肯定是无能准备使用 明白 所以讲 如果真的要改 只有一种方法 使用专业的 专门的拆包工具把它拆开 然后从里面去改 这是非常耗费其中资源的事情 不管是最俗性 柳性来讲 都是耗费资源的事情 所以 一般不会有利用做 我们改东西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一种欺骗吗 叫做AR系欺骗 工具 它的目的是什么 本来你的目标的麦克地址 是不是应该是网关 你的数据数据应该全发给网关 然后它访问 它把它的麦克地址 改成什么 网关那一匹 然后把网关那一匹给藏起来 然后呢 你们所有人是不是都发给我 我再把你的数据数据转给网关 这样做的缺点是好处是什么 我是不是可以从我的电脑里 监听你们所有的数据棒 就跟我一开始说了 我如果在网关的内网监控上 装一个监听 是不是 它这种情况是什么 它对网关是没有权限 如果我是网关 我对网关本身就有权限 我还有ARP欺骗吗 我直接说监禁老关就行了 那我不是网关 我对网关是没有权限 这个时候我是可以欺骗你们 让你们得到 但是这种东西现在已经失效了 为什么 我们绝大光数的杀戮案件 对这东西非常理解 只要你有这些东西 它就会报警 没错了 它是检测出来 它有什么重叶量去ARP 听懂吗 所以各位 这个能改吗 理论直来说是改不了 这个是没有用 OK 包括我们之前说的那种 通期手段 其实我们说能改 用专界的拆包工具 指的就是ARP欺骗 这种专界的通期手段 在早期的时候 没有360这样的东西 可以装上的时候 这种ARP欺骗 当时的危害性是极大的 非常非常巨大 但是后来我们的杀戮件 是把它都已经 这个就是加入了 它的管控策略当中了 那这个时候 这种东西基本消失了 现在基本上就不在用了 它只对局域往上销 听懂吗 有没有问题 还有问题吗 还有问题吗 还有吗 也就是说这个是假的 基本上改完不起都有 好了 好了 有没有问题 好了 好了 我这里讲的是曼克记者 各位 有可能会碰到重结的曼克记者 听懂吗 那这个时候小心点 这个东西会导致 局域往内的数据包 甚至不光是明亮 才不统计 甚至是什么 整个局域往全部不回 为啥 我说了局域往 是不是我要给你发现 是不是要知道你的曼克记者 他一看这样 没曼克记者 他说就疯了 什么情况 这东西我倒也得吃 整个局域往有可能都会断掉 听懂吗 都是有可能的 好吧 这是ARP协议 我们知道一下它的基本作用 把IP发现成曼克记者就可以了 好吧 那ARP呢 是 是 这块画了一个简单的图 哎呀 哎呀 这块是说的是 如何把这个IP记者解析为 麦克记者的一个原理 其实不难啊 其实看什么 假设 计算机1 要给计算机2 发送出去 没错吧 啊 但是在我的计算机1的缓存里 没有发现这个 计算机2的数据 那它会怎么办 它会干嘛 它会发送什么 压制-1 干嘛 就是扫描 发送宝波记者 扫描我当前网站里 所有的这个计算机IP OK 诶 除非得到厚实吗 对发麦克记者 能看到吗 然后它就会干嘛 诶 他这意思就是说 发送 它就会干嘛 反挥 然后呢 它是不会发 其实就这个意思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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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吗 各位 交换机有麦克地区吗 这个问题其实不应该现在的 算了先不说了 交换机是不会作为我们访问的目标端的 我们是绝不会访问交换机 因为交换机是没有AP 没有吧 但交换机有麦克地区 各位 看分交换机 有些交换机傻瓜式的一般都不存在 但是我们一些高端制度交换机 可以在它的微烂机当中配置 我们当时再说微烂吧 其实不应该问你 绝大多数的小的这种设备 OK 好了 就这样一个意思 就是告诉你 它其实是发送宝博 然后得到全部的局域网的所有的AP列等 然后 在计算机里也会保存一份 在那个 那个 交换机里也会保存一份 但是 在计算机里保存的AP列表 是IP对 麦克地区的对应 但是在交换机里保存的列表 是麦克地区和端口号 就是连接的第一个口 第二个口 这个连接接口号的距离 而不是IP 因为交换机是什么 交换机不认识IP地区 听懂了 有没有听 哎 那现在这里在知道 我要给他发现 虽然我在我的计算机里写的是IP地区 对吧 但是在我的冲装的时候 原麦克和目标麦克是不是都会打入 到了交换机 他就知道了 他给谁 如果他不知道 他是不是也会扫描 扫描整个局域网 然后记录下来 这个麦克地区在我的地区的接口 把数据发起 听懂了 再说一遍 麦克地区才是用来干嘛 局域网没通信的 而路由器呢 不是IP地区呢 使用来 跨网段来 或者在公网中心 听懂了啊 有没有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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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就这样了 好吧 这里是Windows几个命令 LT-D 可以清除 然后重新扫 这是手工网络 手工买法 一个IP绑进来 这个地区上 OK 最好不要 手工网络非常容易出现 这个东西 有可能就会出现 把你想发的包 发给别人了 听懂了 当然一般人也不会监听 但是我说坚信起来 其实没多难 OK 我们 下午看看吧 下午我找个包 其实我想给你们 找个Sniper Sniper 相对来说更巧合 更专业 他一般现在不把它当成 这个公网络分析软件 一般当成网络分析软件 OK 剩下的东西 可能都宣承的是 公网络分析 我们 先不说这件事 好吧 你先不说 要不要攻击一下 试试 我们当时试试 下午我把软件下回来 我们先试试 好吧 它的攻击其实不是攻击 是尖精 OK 当时来说区别 好了 广播和广播率 各位 我们一直说 什么叫做广播 其实说我们是在军网内 我一个人对所有人发送数据包 这不叫做广播 OK 其实有些地方还叫做泛红 泛红 来 泛红 泛红 但是 泛红和广播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广播指的是 因为我在军医网 是不是给所有人收到信息 发送信息 我只要收到信息 这个信息就会终止 泛红 其实一般指的是交换机上的一种 这个 就是错误的状态 他指的是 我呢 我对所有人发送数据了 是吧 然后呢 如果我发送的是一个没有找到的人 找到了 什么就没问题了 终止了 但是如果没找到这个哥们 在军医网里没有 那他怎么办 不是啊 他在给下一个这个数据包 他不会 交换机是 他给下一个交换机传出之后 他通过他的口 他会在这个数据包再发送一点 也是说 如果我把交换机 两个接口接在了一起 你们听到我说什么 一查交换机 就两个线束连接直连了 就会导致什么 然后这个方向攻击导致这个 这个逻辑后来 然后直接会这个什么 交换机直接帮忙 OK 但是我们说 我们所有的傻瓜式交换机 都是这样 会导致什么 尤其我们有两个交换机 两个交换机之间是 我本身要连接 然后呢 剩下所有的线束都要从这儿穿出来 然后呢 穿线的过程当中 翻案 没注意 把线叠成一个直角 就穿出去了 这时候你线下去就没有任何标记 啊 然后就会导致什么 一插 然后整个局务包全部都没有 直接 直接承过来了 没有进去黑市 没有进去肯定可以 各位 但是我们为什么说 智能交换机更贵 因为智能交换机 产用一些机制 我们讲到了再说 它会拒绝这种交换机 风暴 这个洪水风暴 和邏机风暴 出现 听到话说什么 各位 这可不是什么太好的工作 所以 放红其实指的 其实还是有一些东西的意义 但是我们一般现在也都是把它当成一个 广播 OK 那什么叫广播域啊 那是不是就是 我只要发送数据包 在整个局务内都能接收到 什么就是广播域 明白 你说什么 那各位 谁会分割广播域 我的广播局域网的广播数 绝不能超出路由器的发展 所以 各位 路由器会分割广播域 OK 交换机不会 交换机是不是 连接在交换机上 所有的设备都在统一广播域 但是 交换机会分割 充足域 我是不是说过这事了 极限机不会 所有人是不是都在局域网内 是不是要发送数据包之前 就要先听 哎 有没有人说话 如果有人说就不能说 否则是大家就会冲锁 但是交换机现在更智能了 它不会 它是什么 每个口是不是都是独立的 哎 你们之间是不是直接发送数据就可以了 它背后是靠电子面的 就是 实际的物理线路 把你的信号 可以从这里 是不是全部都是单独的线路 你们之间的线路是不会干嘛 产生通过的 明白 它背面是实际的物理线路 每个结果都是有条独立的线路 明白 所以 它更贵 最起码比早期的Hab要贵得多 所以 那时候 一般用不起Hab的时候 才会选什么 对吧 用理交换机是可以了吗 你知道吗 那时候的图现是什么 咱们教室 一个Hab 两个Hab 然后呢 整个楼层 用一个交换机 下面的教室 用Hab 然后楼层用交换机 因为交换机很智能 明白了 现在没这些说了 全是什么 交换机 所以它是要 基本上没有说 重复这种事 听懂吗 不会说什么 我跟你之间 我们两个好不见解 你们所有的之间 都会变成一场 没有吗 没有吗 独立点传统 听懂吗 但是 交换机不会分割我们的语 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局 OK 但是它会分割的是 冲突语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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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问题